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好长时间我们没有分享马德日记了 今天我愿意再次 跟大家一起读一段马德的日记 马德是一位受苦的人 但是他每一分钟的痛苦 一点最微小的痛苦 都为他自己带来圣化 什么意思呢 让他越来越变得爱天主爱别人 每一点痛苦对他都是好事 每一点痛苦 让他帮助多少的人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精神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1930年1月17日的一段 哦 但愿整个的我都在受苦 可是爱的声音比痛苦更强烈 在最近这段时间里 我灵魂内 甚至有更多的喜乐和平安 所以也有更多的力量 在我内有多大的平安和温馨呀 第一句话他说 但愿整个的我都在受苦 好像受苦成了他的一个渴望 不是一部分我不是这个脚在受苦 也不是手 是整个的心都愿意接受痛苦 虽然那个心不痛 可能是头痛 可能是胃痛 但是整个的我 每一部分愿意接受痛苦 所以他说 在我内爱的声音 比痛苦更强烈 平常我们受苦的时候 发出的是 叹息 是求救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甚至是抱怨 为什么这事 能到我身上 我难受死了 都是这样的声音 可是他说 当我受苦的时候 爱的声音 比痛苦的声音 更强烈 他愿意爱 在痛苦当中 他愿意 像耶稣一样 去爱 所以他说 在我内有更多的喜乐和平安 我的亲爱主 我爱你 噢耶稣 为了你今天 放在我内心的喜乐 与好心情 而感谢你 今天早晨 我曾想 啊 如果人们懂得 病人房间内的奥秘 谁也不再敢抱怨 或哀叹自己的不幸 反倒会因自己 所遇到的一切 而炫耀 我相信 人不再觉得自己不幸 而会认为自己是一位 幸运的被选者 天主所爱的人 人会惊讶地 双气跪下 不论是天主 在他软弱可怜的人身上 所派遣的痛苦 还是喜乐 只要这些可怜的小灵魂 幸福 并忠于天主的恩仇 好 这一段 特别让我注意的 一句话是 他说 如果人们懂得 病人房间内的奥秘 谁也不再抱怨 自己不幸了 相反 会炫耀 自己的幸福 在病人房间的奥秘 那到底值得什么呢 一位病人在病床上 痛苦着 其实就像耶稣 在十字架上 受着苦 耶稣借着十字架 承行了天主的旨意 拯救了全世界 天主特别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担选一个人 他让他越来越像耶稣 无论你年纪有多大 年轻的还是老人 癱瘓在床 在屋里出不了门 他完全可以奉献自己 愿意跟耶稣一样 为了自己的家庭 为了青年人 为了那些有需要的人 为了教会 为了世界 受这个苦 将来我们只有 到了天堂上才知道 那时候在世界上 受的哪些苦 救了多少人 受苦的时候 我不是抱怨 为什么天主 给我这样的痛苦 而是甘心的忍受 所以 马德说 只要这些可怜的小灵魂 顺服并忠于天主的恩宠 愿意接受天主的安排 他不再抱怨 不再难过 不再想办法逃避 而是从天主手里接受 好的 只要你愿意 我接受 我愿意这样 让你的旨意成行吧 这就是成圣的境界 圣人们不是没有缺点 圣人们不是每天想奇迹 要是这样 我看 我自己永远不会成圣 我发现自己有很多缺点 我也发现 从来我没有想过奇迹 我不是想做什么 马上一面就成的那种 成圣都不在于这些 成圣就是 把每天生活中遇到的 因为是从天主来的 甘心接受 从天主来的一切 无论好事坏事 无论是顺境 还是逆境和挑战 还是困难 还是别人的不理解 不公平的待遇对你 好 从天主来的 我接受 只要顺服 并忠于天主的恩宠 我们就 就走在成圣的路上 就在圣化 所以在病人房间 发生的奥秘 就是指的这个 接受天主给的痛苦 然后带来多大的好处 那时候 我们就不再抱怨了 跟这些受苦的灵魂接触 这些受苦的灵魂 有时却是满意的平安 和天主的生命 跟他们接触以后 信德会被唤醒和坚强 最封闭的心 也会打开转向光明和爱 如果我们懂得 天主赐给我们的全部恩宠 我们真的不知道 天主会将我们带到 何种的高度 这是马德说的 跟这些受苦的灵魂 接触以后 我们会很感动 发现他们 在痛苦中 那么信赖天主 我们自己 也会开始信赖天主 我们的心也就打开了 我们的信德就坚强了 跟这样的灵魂 接触 跟这样的人接触 很多人会改变 这正是马德在描述 他自己 我觉得 他五十年 瘫痪在床 接待了 登记在课的 有十万多人 大部分的人 从他房间出来 满意着平安和喜乐 他们带着微笑 都改变了 跟这样的人接触 一个甘心 接受天主旨意的人 周围的人都会改变 真的接受天主 给我们的一切 天主在掌管的一切 他知道什么好 才会把什么给我们 所以呢 马德说 不知道天主 会把我们带到 什么样的高度 他要把你带到 他自己身边 真的我们不知道 要走的路 无论发生什么 很重要的 马德的一个态度 那就是让我们 把自己交在天主手中 去看天主的旨意 不要看自己 看自己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会生气 会愤怒 会抱怨天主 抱怨别人 因为我们就总觉得 自己的计划实现不了 事情并不是按自己想象 或者计划的 去发生 不 去看天主的旨意 一切事上赞美主 感谢主 他在安排 他在引导的一切 大到整个宇宙 小到我个人的生命 每一件小事 他都知道 在今天的日记中 最后一段 他一所是马德的一个秘密 但愿玛利亚 无点圣心在我内 为了爱天主 但愿玛利亚的灵魂 在我内 为了天主的光荣 就像他的至尊 至高 佩德的那样 但愿玛利亚的精神 在我内 会在天主内欢乐 我完全是你的 哦 我温柔的好母亲 的一切 在我内的一切 属于我的一切 我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的吧 因为我是你的孩子 请把一切 请把我奉献给耶稣 我的主和天主 相称 相称于耶稣和玛利亚 相称于他的圣爱 哦 我的好母亲 让我相称 为了耶稣 因爱而受苦 让我配在痛苦中 圣化自己 因为我知道 即使会得到 最轻微的痛苦 也需要多少年 内下的准备 在这里 我刚才说 这是玛德 生活的一个秘密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 用那种态度 忍受痛苦呢 他是跟圣马利亚一起 我们看玛德的生活的时候 发现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是不平凡的精神 在住着 平凡的生活 为什么他那么 对我们不一样呢 因为他有圣母 妈妈 为了爱 让圣母 的心在我内 跳动着 每一秒钟 都是爱 让圣母的精神 在我内 让圣母的灵魂 在我内 做一切 都是为了天主 那好 把我的一切 交给圣母 我的一切 属于我的一切 我所有的一切 没有一点例外 都交在他手中 所以我们 建议 每天早上 一起来 把这一天 奉献给圣母 然后这一天 我们跟圣母 一起去度过 让他 用他的手 把我们奉献给耶稣 让我们 能够接受一切 有力量 去接受一切 最后 马德说 我知道 最轻微的痛苦 也需要多少年的准备 你看 他把痛苦 真的 看成天主的 一个祝福 一个简行 一个恩赐 多少年 我再准备好了 天主 才给我痛苦 那你说 我也没准备 怎么我这么多痛苦呢 有好多的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准备 我们受苦都白受了 一边受苦 一边嗨 一边抱怨 那受苦 真的是一种痛苦 白受了 马德所说的 我多少年的准备 好能承受最轻微的 一点痛苦 就是说 在受苦的时候 不断的奉献 不断的爱 就需要多少年的准备 多少年的功夫 才能够慢慢地接受痛苦 让我们现在开始准备 弟兄姐妹们 每天接受天主的旨意 将来无论天主 给我们打发来什么 我们的生活面对什么 我们总是在喜乐 平安和信赖中 天主不知道 把我们带到何等的高度 我们不知道 只要我们忠于他 接受他的安排 一定会成生 愿天主降服我们 阿们